我们今天聊的是国民党党内初选 也有内部的差异化跟路线之争 现在韩神对上财神 看起来绝对民调数字上 两个人在绝对数字是接近的 但是结构的实质内涵是有差异的 当然这背后有本职的 个人的差异跟路线的差异 汪浩大哥怎么看 我昨天有在这个节目上 呼吁韩本不要放弃 然后参选到底 所以我还是呼吁他们两个要 都参加国民党内初选 然后有四个初选 当然马英九也可以加入进去 有五个初选的话 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民主机制 韩粉没有都放弃 就是参野民董事长是个大韩粉 他到今天为止都很沮丧 没有他有很坚持 我们看得出来他的媒体报道的方向 然后如果你以财富来看 我刚刚开场给大家看过 布文伯最近每天盯台湾 这个郭台铭参选那一天 布文伯赶快发及时 第一时间就是说 富士康特里国受到海神启发 投入选举 然后接着隔一天说 亲中的亿万富豪投入台湾选举 美国媒体开始思考 亲中的亿万富豪 他本来叫做富士康的Terry国 他后来叫做亲中的亿万富豪 那美国人的定义定位 他就不一样了 然后今天呢 美国人怎么好巧不巧 这么认真 突然把三个大台商的财富 走势图画给大家看 今天中午布文伯发的新闻 红色这一条是蔡衍明董事长 也是很有钱 所以他有好多年的时间 叫做台湾首富 中间有几年被谁追上去 被郭台铭帐上的财富追上去 然后这中间有一个死亡交叉跟反弹 所以如果鸿海一路再拉上去 这个鸿海郭董又要变首富 那他们两个的财富 帐上数字是伯仲之间 可是呢两个富豪实际上 对于争取这一次选战的代理权 是有绝对对立的意见 我觉得这还取决于共产党的态度 我昨天有说过香港的立志 董建华选特首 梁振英选特首的时候 中共一开始一段时间 中共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造成了一些竞争的候选人出来 等到中共最高当局拍板了以后 这些所有竞争的声音就全消失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国民党最后谁被推出来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共最高当局 决定要支持谁 这个一点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看清楚这个过程 那你观察不同的人 最后投入这场选战 在台湾内部的支持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郭台铭的问题 确实是比较大的 我自己觉得郭台铭 他的财富他的资产也是包補 我觉得他因为他给一般老百姓 所能够带来的疑虑东西非常之多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上有提到 一个是关于他在中国对员工的待遇问题 第二一个就是 关于他在中国跟中共党委党支部的关系 那最近我今天在脸书上也转发了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大概一年多以前 新华社网上发的文章 就是介绍这个富士康集团 在中国的中共党委 中共党委支部和中共党员活动的情况 那整个富士康集团大概2001年开始 就第一个成立了中共党委 他当时他是中共所有的台湾企业 在中共第一家有党委的 第一家2001年 所有台资企业中间第一家有党委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人民日报说的 第二呢 现在整个富士康集团在中国 有大概十几个十六个党委会 各个地方都有 然后有三万个党员在积极的活动 人家不是失联党员 人家是积极活动的党员 所以对于一个管理企业的大的 这个董事长来说 你在管理这个企业中间 有非常强大的党委会的活动 我们肯定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企业是你在管 还是党委在管 这个是党委管你 还是你在管党委 那中国的情况 大家知道 马云也参加共产党 很多中国首富都是共产党员 所以首富都在中国的企业中间 首富都是听党指挥的 听党领导的 那当然郭台铭没有人 大家会怀疑 那将来共产党的意见 请问如何应对 所以我一直说 他如果真正想选的话 他一定要把鸿海 所有的股票全卖掉 彻底切割 彻底切割 他如果不能够彻底切割的话 我认为他就是假选 他不是真正的选 好 那如果郭台铭就回应你说 不好意思 我在美国的投资 也有共和党员 也有民主党员 反正大家参加什么党 都自由啊 然后他还会跟你说 我鸿海的集团 台湾的员工 可能也有民进党员啊 搞不好也有激进党员之类的啊 然后他就会说 哎呀 政党政治 都是个人自由意志啊 我管了一百多万人啊 你就斤斤计较 有三万个共产党员是吧 他如果这样回你呢 是 这个共产党作为一个 直中领导的 列宁主义的政党 他的体制 跟这个台湾的民主政党 和美国的共和党 民主党 有本质上的差别 他因为共产党 你如果看中国共产党宪法也好 党章也好 所有都是在这个共产党的叫做 集中统一领导 然后是要服从党的指挥 那这个 然后国台办也已经跟你公开说了 这个在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只有一国 没有两制 所以这个所有的企业要服从党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领导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和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他这个政党是很松散的 本质上只是以区域为主的一个未选举 发生的活动 比方说像国民党 郭台铭50年的党龄 但是失联了50年也没敲党费 所以他这个政党的党员的状况 和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党员这个三万个党员积极活动的 每个星期都在开党委会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那他就会回答你 他说我害了一百多万个员工 这当中当然难免会害到共产党党员 当然了 这个整个中国14亿人口里面 共产党党员大概八千多万 所以从这个比例来讲 他的员工的比例跟有这么 如果一百万当中有三万的话 也是正常的 但是在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讲 他这个是不正常的